那我们想请老师 最后分享一下 最后一个包吗 我们刚刚有讲了 倒数第二个包 对 音乐素养 音乐素养 音乐素养我是叫什么包去了 音乐素养 教案包 对我想到了 对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等于结合了 这我过去十几年来的一个想法 而且是很具体的 在2023年有一颗卡牌 叫做上课不要玩 对那个已经是把八个要领 用一些指令啊 游戏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但是那个只是指令而已 所以我更想要做的是 当你真的是想要上音乐素养课 然后或者是 其实这一个包特别的适合 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入 演奏乐器学习的小孩 启蒙课这样子 对就是他可以 透过主题式 然后去学这些乐理啊 然后听力啊 感受音乐 跟帮助他去建立 如何去衔接接下来 乐器要学习的课程 对所以就是这个包真的是 如果你要我全部四个包里面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音乐素养的 啊就是叫按包 对所以基本上你上完课 啊就是这个包你是直接可以拿去变成一系列你开课的课程这样子 对所以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那这八堂上完之后我觉得小朋友其实就已经可以慢慢的走去学习乐器这样子 嗯 非常的棒 而且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点就是 来参加的老师们非常难得的是你可以直接拿着这个教案包去上课哦 就是我不知道在这报名之前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老师非常无视 老师会给你PPT 会直接把这些教案分享给你们 然后就可以直接上完课立马用咯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感谢观看